强论某新闻触及你灵魂 习近平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政治改革者 反而走向了独裁 总会有人做出这样的假设 如果是自己做中共国的主席和党魁 肯定是希望轻视流明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却偏偏选择了反向操作 他为什么不在上任之初就做出政治体制改革 让中国拥抱民主 开放选举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宗教自由 为什么偏偏要执着红色政权 日夜防人担心这呢 冒着将来被绞刑拉清单的险 而不做一件让全世界赞叹 让后人永远铭记赞叹的流明千古的政客呢 有这种想法的人 或者说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都是站在自己的认知角度来看问题 而非站在习的认知来看问题 实际上 从他的认知角度出发 习近平觉得自己没做错 国家人民就应该团结 什么民主自由 新闻自由 选举在他眼里就是不团结 内讧也是苏联解体的原因 他担任副主席时不是说过 要香港立法 行政 司法 互相合作吗 当你对他不理解的同时 他也对反贼们非常不理解 觉得你们是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蛊惑 西方可是借着人权的幌子 要分裂中国的 为什么不管怎么删帖抓人 怎么胡萝卜加大棒 你们都不回心转意 不当小粉红呢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如果你父母是粉红都难以改变 更别说习近平手上拥有大权 权力越大 越容易对权力产生迷信 觉得权力无所不能 自信心也爆棚 觉得只有我领导的共产党 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复兴的 而底下有腐败 是觉得管得不够严 党内就倒车集权 民间议论就来寻衅滋事 西方批评 他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觉得西方是对中国的渗透 要颠覆我带领的党来反华的 他也是长期喝狼奶长大的 从小到大的教育 从小都是西方的阴谋 人民素质低那一套 只有青天大老爷 才能带领中国 而他就想当这个青天大老爷 你们反对我习近平当青天大老爷 那就是敌人就越要打压 说到这 你就应该明白 习近平其实是一直在向他眼中的 明军标准在做努力的 而不是我们普世价值认知下的好的政客 再仔细看 往年他所干过的事 不就容易理解了吗 所以说 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最后都会走向邪恶 是必然的事情 你在回顾中国几千年历史 想当圣君的皇帝 数不胜数呀 为什么最后都走向了生灵涂炭的共同毁灭呢 当你明白为什么 那就是完全觉醒了 另外 如果你指望着中共党 或者习近平搞改革 革自己的命 那简直是太幼稚了 这个改革从根本上是做不成的 政治改革 从含义上说 就是改变分蛋糕的方法 那么一定会动另一部分人的蛋糕 这里就有个问题 他要联合谁的问题 你说去联合屁民 把这些年既得利益者 通过不正当竞争的财富清算一下 那完了 他自己也有把柄在 他自己也不干净 你想 他干净 他能上贼船吗 没有投名状 让你上了贼船 你半岛跑了可怎么办 所以 如果他敢这么干 他自己就摘不干净 那些反对者 先把他的把柄晾出来 还没伤敌 先把自己伤了 还有某些粉红五毛 经常讲的一个观点 看国家不好 你去当官改变它 我真想说 这种人也是费蠢极坏 当你进入这个权力体系以后 你想往上走 你就要那头名状 会有一批人逼着你站队 你是站还是不站 你不站队 哪边都认为你不是自己人 你就别想往上爬 你站了 你就别想干净 就算你再有情怀 你也得让染刚染的你变了颜色 这不是你可以凭借个人能力改变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习近平曾评价说 苏联垮了 共党的人不抵抗 竟无一人是男儿 他自认的使命就是要带领党续命 做一个成功抵抗民主化 抵抗选举 抵抗法治 抵抗司法独立 抵抗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宗教自由等等邪说的人 你认为的普世价值的东西 完全就是他全心全意以生命要对付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主动拥抱普世价值呢 他根本希望不择手段 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延长寿命 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之后统一台湾 带领中国对抗西方 最终成功打造中国霸权 压制西方国家 将中国这一套输出到全世界 这才是他想要的名流轻使的方式 现在就已经用蛮横手段 把中共那套东西硬塞去香港了 不管会伤害到多少人 执政这么久 你还没看出他是一个除了攻斗能力强以外 一无是处 知识见识停留在小学程度 还因为自身经历导致思想扭曲的文革脑吗 他认为自己现在就是明君了 还让人崇拜吹嘘呢 还让大家研究习近平思想呢 他想做的是传统封建社会的明君 而不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民选领导人 他的思维方式就是把所有东西都管起来 而把任何威胁到自己的比如政治对手 自发的网络意义或者不合自己心意的比如地摊经济等存在全部打压下去 他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权威 有权威才可以办事 实际上人们对国家机器的恐惧和他个人的权威完全是两回事 要管起来就注定要发生对抗 要把所有东西管起来就等同于跟所有人对抗 习只是想树立权威 结果却搞得自己无论在体制内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更加孤立 这就是注定的事情 任何改革或者革命都必定是拉一派打一派 而且必定是拉大多数打压极少数 在老习那边只有压缺少拉 他唯一舍得有一点拉拢的就是军方 毕竟基本盘有军队支持才可以放手瞎折腾 但是对党内他是越来越孤立的 在国内也是越来越孤立的 他能走多远呢 他既不愿意走老路也不愿意走邪路 那就只剩下死路了 归根结底 还是老说辞中共的是非蠢即坏 不知道民主政治为何物 把西方行为无一例外看成分裂中国 把西方思想不放在眼里 这属于蠢 再者是坏 他们或者很清楚民主的力量 发达国家真正胜过中国的原因 不在于他们经济 而在于他们的思想 从希腊雅典时期就诞生的民主的思想 他甚至也可能考虑过 中国施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 但是一个已经在体制内手握大权 待遇极其优渥的人会这么做吗 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 对他有什么好处 不会有好处的 变革意味着抛弃社会主义路线 中共会大范围转型或解体 作为体制内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不会这样做 无论蠢还是坏还是二者均瞻 别指望皇帝主动抛弃大权了 历代变革都是民众发起 民众结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